担心痛风问题 试试EURO尿液简化剂 有效缓解痛风 你好 欢迎收看KINI TV当今战报 我是叶子宇 星期六就是第15届全国大选投票日 多个非政府组织和热心公民挺身而出 协助安排空运上万张海外选票回国 让海外选民得以履行公民责任 多个非政府组织和热心公民挺身而出 协助安排空运上万张海外选票回国 由于一些海外选民很迟才收到选票 如果是普通邮寄将来不及 在11月19号校午5点前交给选举官 因此有飞机师加入志愿空运邮寄选票的行列 39岁的机长瑟瓦卡涅斯 星期二十五号从卡达尔多哈 携带300张选票回国 尽管他和很多人一样 人未收到自己的选票 瑟瓦卡和其他志愿者 在多哈一间酒店设立选票收集柜台 根据州署分类 未免丢失选票 瑟瓦卡把选票装在手提行李箱 跟他一起飞行 在阿联酋杜拜 机长阿菲克也帮忙携带多张选票 飞回吉隆坡 在杜拜生活的马来西亚公民 召集多名同胞 一起完成了收集邮寄选票 并空运回国的工作 澳洲墨尔本也上演同样温暖的一幕 马来西亚公民们集合在一处 投票密封选票 再拜托志愿者把选票带回国 事实上 全球各地不少城市 在过去几天都有公民想方设法 赶在11月19号前把选票寄回国 有的城市几十张选票 有的则高达上千张 非政府组织联盟Virt Malaysia称 要把海外5万张游击选票带回国 第14届大选 很多海外选民很迟才收到选票 被迫匆匆赶到机场 委托陌生人把选票带回国 当时有志愿者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设立临时的系统 安排跑腿或亲友 把选票带去投票中心 虽然当时选委会为此道歉 但本届大选依然发生 在投票前72小时 一些海外选民仍苦苦等待选票的事件 龙雪华清也响应Virt Malaysia计划 以龙雪中华大会堂一楼的光前堂 作为转教站及选票分类中心 完成最后一里路的连接 龙雪华清也响应Virt Malaysia计划 以龙雪中华大会堂一楼的光前堂 作为转教站及选票分类中心 完成最后一里路的连接 让海外选民得以履行公民责任 从画面可见 来自海外各地的邮寄选票 已经陆续送到龙雪华堂 志工们也按照州属及选区 分别准备了上百个箱子 归类邮寄选票后 再交由各州的志工 将选票带回各选区的计票中心 龙雪华清不忘在面子书贴文 鼓励民众在11月19号踊跃投票 透过选票提现自己的声音 是的 希望你支持Kini TV和当今大马的采编内容 欢迎你以实际行动捐款给我们 你只需要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打开说明栏里的链接 就能一键捐款 我们在此先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继续来关注大选 西蒙一宋领袖昨天到安邦和俄迈 举办大型政治演讲 现场吸引了超过5000人出席 线上也有超过3万人同步收看 安华抵达现场时 全场情绪沸腾 安华在演讲时呼吁选民一起来拯救国家 而西蒙昨晚来到俄迈和安邦造势 就是要收复师弟 拿下阿兹敏和祖莱达的议席 安华更拿马六甲王朝两名叛徒 悲惨的下场 来警告阿兹敏和祖莱达 会受到选民的惩罚 阿兹敏和祖莱达 陆赵福演讲时则强调行动党接受马来人当首相的事实 但这名马来人必须连结 他也批评伊斯兰党玩弄种族政治 阿兹敏和祖莱达的 独立新闻中心 也点名斥质西县伊清团团长沙西夫 马来著名歌手加玛和艺人祖胡在米 也发表煽动宗教情绪的言论 以放大穆斯林选民的恐惧 该中心在文告中指责 哈迪和伊党最近几周 诉诸红标签 不断指控行动党是共产主义 称他们是无神论者和支持LGBTiQ 该中心认为西蒙安顺国习候选人尼可敏 也发表煽动性言论 只是程度不同 虽然程度不一样 但西蒙也玩弄种族牌 声称投票给国盟 就像让塔利班治国 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马来西亚沙巴大学 共同支持这项社交媒体监测报告 主要监督竞选期间 各候选人所发表的煽动言论 截至11月15号监测结束 监测人员共研究了 52012个社交媒体贴文 文告称 其中32066则贴文涉及种族主义 13338则贴文涉及宗教 研究也发现 西蒙被标签为放任主义形象 被指控支持LGBTiQ议程 西蒙通过群众大会和现场直播 不断对国阵和国盟发起攻击 不过国阵马华也不时通过群众演讲反击西蒙 魏家祥昨天为伊斯干达公主城候选人张秀福站台时 也嘲讽刘振东四届大选换了四个选区 简直可以创下大马建立式记录 秀福今天这个对手 也就是我上一届的对手 我刚才用国语支持的时候我讲什么 这一个人自己讲的 上一届黑水之战 他要做出改变赢得黑水 我们就会赢得政权 结果他为差落败303张票 他当天说 我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站起来 我会卷土重来 再次挑战魏家祥 哈喽 今天魏家祥等你 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这一句自己讲的话 自己都做不到 你还期望他为人民做什么 对吗 由70名马来教授组成的G70组织 昨天发表宣言 公开表态支持安华出任新一任的首相 kami berpendirian bahawa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adalah satu-satunya tokoh dengan kebawaan dan pengalaman serta integriti yang mampu memimpin masyarakat majmuk dengan berteraskan Islam sebagai agama persekutuan serta memulihkan reputasi negara di mata dunia dan bersama pasukannya dalam Pakatan Harapan pada PIRU-15 ini merupakan pilihan terbaik 反弹会两度搜查 拉菲兹的Invoke Solutions公司 拉菲兹为此警告 如果西蒙上台 就会重新调查 反弹会主席 阿詹巴基的超额持股案 拉菲兹昨晚在 柔佛仙山演讲时表示 他已经入禀法庭 起诉反弹会 不当搜查Invoke Solutions公司 拉菲兹接着说 我知道阿詹巴基正在看这个 我希望西蒙胜选 然后我们就会追查你 阿詹巴基在去年12月 面对超额持股的指控 据悉 所持有的股票及平单总额 将近200万令吉 违反公共服务通令 规定的10万令吉 但他后来解释 他是借用弟弟的户口来交易 拉菲兹还表示 原本无意阻止反弹会的搜查 但是反弹会扣押一些 涉及顾客的机密文件 因此才委托律师 申请请令阻止反弹会的行动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neyTV的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